大家好 分享這個世界日報 洛杉磯版 2024年 5月18日 星期六 頭條 殺豬盤洗錢7300萬 而中國公民被捕 這篇圖 自己人欺騙自己人很喜歡 在一個詐騙集團主謀 涉及國際加密投資編局 檢調跨國合作 找到人 將錢 經過 買這些 虛擬貨幣 叫做 泰達通 USDT 泰達通 其中一種 將錢轉 用這些 押回來的錢 轉了這些貨幣 讓你追很難追 OK 那他就 大家講 大家講 就是他洗錢集團 拉了兩個人 一個就是在機場 亞特蘭大機場 就被捕了 另一個就是很近外地的 Temple City 不是很老的 都是充滿 38歲 也是 拉了兩個人 OK 所謂 騙人的局 叫做殺豬盤 就用這些 加密貨幣 來投資 他就開了一堆 空殼公司 用空殼公司再開戶口 引受受害人 透過網絡 匯錢入銀行戶口 買這些 虛擬貨幣 好了 他騙了些錢之後 再將那些錢 換一些加密貨幣 就是這個太大幣 現在就 查一查 3億4千一百萬 換了那些太大幣 沒有說其他 只是太大幣 3億4千一百萬 OK 那 那 他們 騙了幾場 可能都準備走路了 但是被人停停了 去年殺豬盤 詐騙 11 大哥 相信是 香港那一宗還未審 已經拘捕了人 還在查 可能再拘捕幾個 或者遲些 OK 沒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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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是你受 說是 杜瓊斯工業指數 突破4萬大關 暫上歷史新高 納斯達克 略跌 三大指數 保持新高紀錄 或近新高紀錄 三個 納斯達克 杜瓊斯 杜瓊斯 健身納斯達克 開拓創工 Caterpillar 就升級,帶動這些指數,Dao Jones,Lexted,標報500 全部都歷史新高 嘩,遊戲充電,嘩,多開心 好,今天就分享到這裡,下次再聊,拜拜